第三幅作品是一个折叠的 它的尺寸是90×174厘米 清代的《玉河来圣图》 这幅画就存在扬州博物馆 创作者王肃自小美 搞中国画人大家都熟悉 他是扬州的 王肃这个人在咸丰三年 太平军战争时 因战乱而掀起到邵博的 所以说在邵博呢 他是一个画家 时间长了 他对邵博码头 古大玉河的情景 就印在心里 灵感一来记录着这幅作品 他的画风没有扬州八怪的 那种歌星的画风 画得非常严谨 非常写实 这幅画他描写的是 邵博码头的一个景象 同时呢 邵博之所以成名 和大玉河有关 和大玉河的船杂有关 邵博镇呢 大家知道 他方圆不大 很小的一个地方 我们看画面当中 爱上和船上 大概他这个船画了三十多只 里边有商船 有货船 还有一些画房等等 上半部正面呢 是一个二十多孔的一个桥 横跨于玉河的两岸 桥上呢 有请走的客人 下半部分 主要刻画的是 当时邵博镇社会风景 包括这些当地的风俗 包括一些小吃 有这个吃包子的 有吃面条的 我拿出这个话的原因 就是因为 邵博镇 他有一个船杂 船杂历史非常长 邵博船杂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 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东晋时代 并且与当时著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谢安有关 当时他驻兵在扬州东北方向的邵博 由于邵博地势西高东低 西部农田常受干旱 东部农田又容易受烙 为了克服水患 谢安率民众在河水中 铸起了一道堤坝 并设立脱船过坝的设施 从此 新筑大堤确保了一方平安 而往来江淮之间的船舶 仍然得以照常通航 这就是最早的邵博船闸 后来 邵博船闸在唐代出现了单斗门 宋代又出现了双斗门 也就是有两个梯级的双达式船闸 民国时期 由于苏北地区运河段 有航运抗旱排涝的巨大作用 于是1936年 在此地建起了新式船闸 新中国成立后 经过不断技术升级设备换代 建成了今天现代化的邵博船闸 通过这幅画 我们了解了戴玉河 了解了戴玉河 那个时代邵博的这种繁荣的景象 我连线 现在的邵博船闸又是怎么样的呢 刘官长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 就是苏北运河 由南望北 第二个T级控制枢纽 邵博船闸三号闸的人行天桥上 其实今天现代化的 邵博船闸的运行原理 和古代船闸的运行原理 是一样的 唯一改变的是 今天的船只过闸更方便了 现在我的下方啊 就是我们三号船杂的砸室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砸室里面的船 已经全部进好 我们的这个水位呢 已经驾向了我们设定的水位 船杂即将开启运行 开启三号船杂闸门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三号船杂的砸门呢 正在缓缓地开启 砸手的红绿灯 从红灯转换为绿灯之后呢 我们砸室里面的船 就可以依次使出砸室 继续它们的航行了 也就是说这个古老的船杂 在当今的高科技发展上 同样在功能上体现它的作用 是的 目前仍然在发挥的作用 我们以往啊传播过杂 需要在船和岸之间 来回往返多次 既不方便 同时也十分地不安全 而如今船员过杂啊 不用那么麻烦了 只需要一部手机 所有的过杂流程呢 在一分钟之内 都是可以轻松地完成的 过杂的体验呢 就像我们在家里 在网上购物一样 我们的船员朋友们 对他有一个十分贴切的评价 叫做一机在手 过杂无忧 好的 刘馆长 这就是我今天 给大家带来的分享 好的 谢谢 场外的朋友 给我们介绍了 邵博船杂 它的功能 同时他也介绍了 古老的船杂 传统的东西 和当代高科技东西 这种融合 我们感受到 大月河的维化 就像大月河的水一样 它是千年的水麦 同时呢 也有千年的文脉